为了落实阳光透明联能采购的市政理念 华联县政府阵风处举办的全县各公所联能透明公约签署 及巡回宣导27号来到了寿风乡 除了邀请乡公所同仁之外 乡内的国中小学的业务人员也都出席了 乡长曾鼠玉在活动开始前就共同签署联能透明公约 现乡新手打造联能透明政府 华联县政府13乡镇市联阵巡回宣导 27号上午来到寿风乡 除了邀请乡公所同仁之外 乡内国中小学业务人员也出席 乡长曾鼠玉在活动开始前也共同签署联能透明公约 曾鼠玉表示 感谢针风处办理采购业务联阵宣导 让基层公务人员降低采购作业上的蔬食 避免出现联阵风险 那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一些城市能够纳入来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采购法很复杂 最近有1月1号就有再重新 因为困境的时空背景 所以一定要调整我们政府采购法的额度 还有法条 带来一些给我们能够在工部门 也能够守护法 还有能够有这个功能 还有这个时效 还有最起码 最起码我们是能够把这个公道的价格提供给我们的乡亲 乡亲送给你礼品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拒绝或退还时 应该要在几天之内送交给正空单位处理 这一次的宣导除了讲授购食物及常见案例外 同时也进行连正有奖侦达 让参加的人员都能够轻松汲取采购 以及连正伦理观念 并促进双向沟通与交流 记者说分享综合报道